各位好,歡迎光臨玉山國家公園的西南園區 我是玉山國家公園徐崇州 一般遊客進入玉山國家公園西南園區 通常沿著南橫公路從甲仙美隆進入 大約到了110公里左右的地方 就會到達梅山村 玉山國家公園在這個地方設有梅山遊客中心 布農文化展示館 布農民俗植物園 餐飲服務中心以及露營區 遊客在這裡可以觀賞多媒體 並且獲得很好的解說 以及取得南橫相關的解說資訊 遊客在遊客中心看完了多媒體 取得了南橫的油氣資訊之後 就可以開始沿著南橫公路 做一個非常美麗的自然之旅 我們沿著南橫公路 大約車行40分鐘左右 我們就會到達136公里左右的天池停車場 遊客從這個地方可以沿著階梯往上走 我們會到達長青池 這是一個紀念南橫開路先鋒的紀念池 遊客可以在這裡稍坐停留 並且在這個地方看到當年南橫公路開路的時候 艱辛的程度 沿著長青池後方的步道 我們往上走 大約10分鐘左右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美麗的高山湖泊 那就是天池 天池是一個自然生成的湖泊 周邊有很多的森林跟草原 沿著後方的步道 我們往上走 那麼就漸漸的接近了中治關步道 在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森林跟草原 那原來的森林 因為森林火災之後 它逐漸掩替成草原 這也提醒我們 為了保護森林 我們在國家公園裡面 從事油氣活動的時候 必須要小心火燭 沿著天池的步道 往上走 我們就漸漸的接近了 觀山越林古道 中治關段的入口 中治關古道是經過 玉山國家公園修等 成長有3.5公里的一條步道 它是重要的 布農文化傳統的一個據點 到了海拔2450公尺左右的地方 我們就到了南橫公路 最精華的地區 快谷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紅快巨木 也可以在這個地方看到 台灣典型物林帶的物種 這裡同時是南橫公路 最適合徒步旅行的地方 南橫公路因為地質特殊 所以在天候不良的情況之下 經常會有崩塌 落實的危險 遊客進入南橫的時候 必須要先對路況 以及天候狀況做一個了解 祝各位有一個安全愉快的 生態文化之旅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